歡迎來到2013年國際智夢女子公路世界盃賽 本屆的世界盃是UCI任格的世界盃八戰之中的第五戰 今天的起點從上海浦東的東方體育中心出發 整個來講路程有126公里 經過了先前的環島賽之後 在賽節我們來聽聽Emma Johnson對於比賽的看法 對於比賽你覺得今天的比賽會是一個大衝刺 或是單飛突圍的情況呢 那麼你有什麼看法 Emma Johnson 表示 我認為應該會是一個大集團衝刺的情況 因為這邊風還好不算太大 但是各種可能都有 我們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去爭取最佳成績 另外車手就是Longo Bragini 賽前他是唯一一位有拿過世界盃勝場的選手 那麼在這邊你會想要拿到第二個勝利嗎 那 Bragini 表示呢 我並不是一個太強的衝刺選手 我會全力為我的隊友Hoskin去做這個掩護 希望他能夠拿到好的成績 那麼在比賽開始之前我們先看看3D的路線圖 那麼今天的比賽呢 全長126.8公里 比較特別的是 是由上海浦東這邊的東方體育中心出發 然後途經上海碎橋 要爬過整個大橋之後到崇明島 那麼當然這圖中呢 也設有一些衝刺點跟登山點 那麼最終呢 回到崇明大道做為終點 可以看到呢 這是少有的路線圖 還有低於海平面的這個路線圖 那麼在比賽前段呢 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世界盃的這個背景 那麼目前呢 世界盃進行了四個戰 那麼領先的選手是Marianna Vols 是來自荷蘭的 但是他並沒有在今天出賽 那相對呢 在這裡面呢 最好的成績呢 就是剛剛訪問的Longo 他在總成績排名呢 是總積分排名排在第二位 那麼另外呢 就是Emma Johansson 在環島賽的第三戰拿下第三名 那麼他也是一個衝刺好手 我現在看到呢 是大會特別設的中途衝刺點 可以看到這個吉波里尼車隊的 Telferro 在這邊拿下一個衝刺 不過這個衝刺點呢 並沒有給減秒 也沒有給積分 而是呢給這個獎金 率先通過的取得500元美金的獎金 這是大會增設的 那麼剛剛看到呢 香港隊的黃允堯 還有韓國隊的金太鈺 成為新的領先 不過呢在上了大橋的時候呢 這邊設了一個登山點 在大橋上所設的登山點呢 現在呢則由吉波里尼車隊的Skandolao 拿下第一 那麼賽程繼續進行 前段呢是剛剛講的這個香港隊的突圍 但是呢沒有成功 現在呢則是由法國國家隊的奧特 在這邊呢率先突圍單飛 奧特呢現在通過第二衝刺點 順利的通過同樣的後方呢 集團的衝刺加速 讓比賽呢增加了可看性 這就是為什麼要設置這個中途 衝刺點跟登山點的原因 那不過呢這個法國的奧特 在這邊呢被追回了 他已經單飛了22公里 那整個比賽呢也進入到後半段了 那麼在最後階段呢現在畫面又看到 Teliana來自烏克蘭選手在這邊突圍了 只剩下最後的13公里 而主集團的這個追趕呢 看起來腳部還沒有形成很完整的共識啊 Teliana會不會單飛成功呢 重點的觀眾都迎景期盼的這個Teliana 最後Teliana果然成功的單飛 可以看到剛剛主集團在後面呢 跟他的差距呢有一些 主集團在12秒之後呢 Bronzini取得了第二名 但是呢今天的勝利呢屬於 Hema Teliana 可以看到成績表 Teliana第一 Bronzini第二 第三則是Amy Peters 那麼賽後呢 Teliana接受這個訪問 那麼你在最後的階段呢 你的想法什麼 最後的階段呢 我並不知道我領先有多少 但是到最後500米 我一直回頭的看 那回頭看其實看不到主集團 那我想我應該取得這個勝利 我真的非常開心 真是不可思議 那麼呢賽後也進行頒獎 單戰冠軍真的是Teliana 那麼他在之前的世界盃呢 從來沒有騎進前十名 這次真的是爆黑奪冠 而且這個崇敏島的世界盃呢 也是第一次有單飛成功的選手 那麼當然隊友呢 同樣上台慶祝 中國崇敏戰的世界盃 在此完美落幕 我是CyclingCM.com的張壽生 為您帶來今天的評論 我們明年見 我們下期見 再次見